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您面临这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 清盘宣布公司破产 我决不会宣布破产 这是我父亲留过我最后的东西 我决不会让他就这么灭了 那我们法院将强行执行 您对债权人的还债责任 您能接受吗 当然 我也没有欠别人东西的希望 但是我们法院对您公司目前的资产 进行了一次初步评估 您公司目前所持资产 并不足以偿还您所欠的债务 您仍然如此选择 真的不考虑宣布破产吗 不考虑 如果您执意如此 鉴于您目前自不抵债的情况 我们不得不将您列入信贷黑名单 您知道 这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从今天开始 我不能坐飞机 不能坐高铁 不能住新级酒店 也不能有任何奢侈效果 如果您 一切都想清楚了 那么请您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将严格执行对您的监控 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你们俩怎么来了 有这个功夫还不赶紧去找个工作 翟总 所有重要的文件都已经销毁了 初始之前 听的洽谈项目和约会 也都取消了 您最喜欢喝的咖啡 我已经给您泡好了 我是来跟您道别的 我还欠你工资吗 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还没有领 但是没有关系 我跟了您三年 您从来没有亏欠过 我家这位从不欠任任何东西 有几十钱 钱包给我 这些你先拿着 剩下有不得想办法 再见 车子 再见 车子 我的工资好像也没拿呢 我要给你的布置是工资 跟我来 这什么地方啊 你刚才从我这儿拿着钱 算借的吧 你会还给我 是吧 叶叶剑 你好歹跟我有一年了 怎么就不能学学我呢 学你破产啊 今天我给你上最后一课 什么叫大气 不是 你大气 也不能拿我的钱大气啊 我还不够大气吗 你跟我 是不是年薪三十万 对不起 还没有拿到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怎么用一百块钱的东西 帮你挣出年薪一百万的职位来 这是我们家家给你的代理 打起你的关键的一块否则权 这儿怎么玩啊 玩个大的呗 随你啊 自从他到我公司我就破产了 你们谁敢把他收的 正好呀 我爸给我了三家公司 我特别想弄破产 别去 这么好玩的事还是留给我吧 听到了吗 一会儿谁输了你就跟谁走 最少是个经理吧 不走 年薪百万 走吧 混蛋 哎呀 你 你 O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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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啊 怎么样 明儿给我打电话吧 随时报到 我这儿随着挑 工资我预付 走了啊 等你啊 看好你哦 你们这哪是玩滑板 简直是玩命 我才之位 从不欠人任何东西 你的一票否决权 成全了我爸一个体面 我现在还给你 你问过我的感受吗 我跟你要这些了吗 我要的是刚才借你的那些钱 不是要你的施舍 你最好要 我要是就不要呢 你不要你靠什么生活 怎么还你的房贷 怎么养儿子 怎么把你的老婆 我从你个信堂的手里抢回来 你提了个好问题 我要靠什么生活呢 我给人打了一辈子哄 从这个鸽子间 到那个鸽子间 工资从最初的八百九十六块两毛五 到今天的月薪两万五 加上年底分红 跟这老板干黄了 跟那老板干 老板换了一茬又一茬 我依然如故 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骂不还口打 那天我还给你了 对不起那是我的底线 世界变化我没变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成功这词跟我无关 不是我做不到 是我压根就不稀罕 世界变化我没变 我就被落下来了 其实唐小刚没错 音乐也没错 我想要的生活在哪儿呢 你今天提了个好问题 我必须得认真思考 有时候男人认怂不丢脸 这话还是留给你自己吧 我今天要做的事 我也是想要的 我让你来的生活 又要给你 你能够乱临 你一定是有钱 你能够乱丝 这么多的事 你能够乱丝 我说你不愿意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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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成了 你啊 别说你